修夷, 你來到惠州 覺不覺通街都在說客家話? 覺, 而且不僅是通街客家話 我覺得到處都是客家菜 就像便利店一樣 總有一間在左近 說一說又說到吃? 是呀 考考你, 什麼叫做? 惠州鹽食 惠州鹽食, 我真的不懂 惠州飲食 其實惠州飲食是深受客家文化影響的 所以一定有一間在那邊 是很好吃的客家菜 去不去? 去 走吧 輝哥說帶我去吃客家菜 我知道這裡最有名的就是 他們的鹵鵝和大名鼎鼎的鹽焗雞 修兒, 你說想吃客家菜 整桌都是客家菜 對, 先考考你的問題 鹽焗雞何來? 鹽焗雞怎麼來呢? 其實以前他們遷復的時候 不可以整隻活雞 或者整隻豬牛打在身上 當然 所以他們先把雞煮熟了 然後用鹽保存著它 然後就可以帶它去遷復 到了那個地方之後就可以拿來吃 我想請問你 是 鹽焗雞大約一隻兩斤多的雞 焗多久? 整個過程嗎? 知道吧 三十分鐘左右, 是嗎? 這樣也被你猜到? 你這麼聰明 真的進步了很多 那它有沒有先後醉? 先後醉這件事我就真的不知道 不是, 它是這樣的 首先, 明火焗二十分鐘 再開猛火焗十分鐘 這就是惠州最佳鹽焗雞的焗法 我就是很簡單的 我吃了雞, 我也是吃雞背的 為什麼?雞背的比較滑 滑 雞背的比較滑 那你也不知道 此物體是何呢? 柴火焗鵝 你知不知道焗鵝怎麼做? 我當然知道 不然一隻鵝丟到鍋裡焗… 搞定 你真是搞笑得教官 焗鵝很有技巧 手工菜要慢慢做 全程是五十分鐘左右 中間十多分鐘要看著火候 然後掌握火候之後 五十分鐘左右 就大約完成了 很香的柴火味 它是吃到柴火味 而且裡面不柴的 不乾的, 有汁的, 很棒 這個就是四寶鍋 教你看看 其實這個… 這麼有趣? 讓豬皮 豬皮也可以拿來讓 什麼? 讓豆腐就有 給你 謝謝輝哥 很好吃 然後呢, 這個是手打肉丸 手打的小幼 這個我吃 裡面這個肉, 我吃到很重的胡椒味 然後有點辣 然後豬皮又爽脆的 我喜歡這個 這個輝哥可以吃嗎? 如果你想吃的話, 可以吃一點點 你想要什麼? 又叫我忍口? 對, 要忍口 什麼? 鹹蛋黃釀五花肉, 是不是要忍口? 當然不忍 只是吃一塊而已 那也不算太過 一塊不過分, 乖 好, 吃一塊 好, 吃一塊 吃一塊 它的五花肉, 爽脆 我真的很喜歡吃鹹蛋黃 我知道 你的最愛 真的很好吃 我的油花在嘴裡, 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我喜歡這個 不過我比吃一塊, 好嗎? 我吃了半塊而已 聽你說的 好 什麼? 蘿蔔絲蛋黃釀 又是一個礦煮簡單的客家菜 但是別人的心思和食材的配搭 很準確, 不得不好吃 這個蛋黃釀很有家裡的味道 家常菜的味道 媽媽的菜 對 這些菜真的很少人會吃 但我覺得蘿蔔絲也有特別選過 特別清甜的蘿蔔絲 配上這個蛋黃釀 剛剛沒有, 可以 這五個菜確然很好吃 但我看一看 五個菜, 沒一個菜 沒有肉, 為什麼? 貴哥, 你有所不知 傳統客家人的工作 很多時候都需要用勞力 所以一定要多吃一點肉 去補充體力 是 反映到客家人的黑苦耐勞的精神 嗯, 其實我都很黑苦耐勞的 這個四寶窩, 老闆幫我做的 我現在就很黑苦耐勞的 拿回香港 那你就慢慢在維州先享受 我走了 維州的客家文化 和東江文化關係密不可分 兩個菜系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想要了解當中的不同 真的要嘗試才知道 維哥 是 我有個問題很想問問你 維州在珠海的東面 所以吃的東西就叫做東江菜 但是有些人又說是客家菜 那意思是怎麼樣? 總之好吃就行 我告訴你它是東南還是西北 我們今天吃的是失傳中的東江菜 失傳中這麼厲害? 不信嗎? 進去那裡 很和味的, 帶你去吃 Go 失傳中的東江菜, 你看過沒有? 真的沒看過 我真的大開眼界, 什麼都有 重建江湖這個寶鴨, 看過沒有? 寶鴨真的沒看過 上面這些是什麼? 這樣一個過圓圈 是鴨蛋 鴨蛋放在上面? 試試 你試試 你成舊加一點點鴨蛋, 試一口 好嗎? 這是什麼糊頭? 不是 就是鴨蛋的味道 是呀 很綿綿, 像糊頭一樣 好, 這樣做就可以… 好東西, 真的不錯 這個真的是東江失傳中的名菜 豬逃雞 豬逃要新鮮 雞就要…不用說了 走地雞 最好不要雪藏 好, 湯自然清甜, 好喝嗎? 很好喝, 清清的, 很舒服 還有, 這是什麼物體? 這個我知道, 像雞一樣, 還不是雞 對, 是雞 裡面有什麼乾坤呢? 讓我切開給你看 好 內有乾坤 你看 裡面有飯 很棒, 還有很多餡料 哇, 它的樣子像糯米飯 這個就叫扁米 米? 扁了的米? 我扁你 扁米不是這個意思 扁米是將糯米蒸熟, 曬乾 儲存經年, 叫做扁米 越久越好 那不就像紅酒、陳皮那些嗎? 沒錯, 你嘗嘗 你看, 它的功效是什麼? 去濕補氣 老幽閒二, 你和我都合適 我很少吃到 這些好像糯米飯那樣的物體 你會吃到很重的冬菇的香味 我看到那邊有些炸物 我知道 這是什麼? 這個叫燒乾花 知道是什麼嗎? 是用豬膀油包住豬潤, 炸了的炸物 正好 讓我先嘗嘗 你就不要吃那麼多了 我拿走了 行了, 一口就好了, 夠了 真棒 我就可以吃一整條, 你就一口就好了 我吃完真的不妨煮行 我現在吃過來了 聽到格格的聲音嗎? 很脆, 還有這個 這個就是失傳中凍光菜的重點 什麼? 煎釀豆腐 我真的要吃 這個, 放進去嗎? 因為我們以前小時候 這個是名菜 但是對於普羅香港人來說 這個不是一個不貴而好吃的菜 這麼多汁, 為什麼要釀豆腐呢? 它的鯪魚也很好吃 上面的鯪魚不僅是鹹的味道 它真的有鯪魚的鮮味 很厲害, 豆腐也很滑 好了 你吃完這頓失傳中的冬光菜 有什麼啟示呢? 我的啟示是覺得冬光菜和客家菜 兩樣東西, 其實各有鮮秋 不可以說誰比較好 對, 冬光菜有它的特色 但是因為它的製作很繁複 所以現在的師傅就少入行 但是我們要記住 全城是重要的 任何一個地方的飲性文化 都一定要有這份堅持 真的, 其實我們今天吃到這頓 失傳中的冬光菜 真的要很感謝 剛才幫我們煮的一班師傅 他們真的很用心保留這些傳統 儘量不要令冬光菜失傳 所以真的感謝他們 謝謝師傅 謝謝師傅 招致 感谢观看